我听说 您妻子的早逝 其实是因为您 对 蒋总 这 这里是 这是我和我王妻 若兰的空间 这些家具 都是以前我们曾经用过的 那我那么做 只是能够让我 实实想起他的存在 您每天 都是住在这里的 只是那样成的习惯 你一开始我又睡不着了 来 看那照片 这张照片 这就是在红旗机械厂的厂军照的 这是我跟若兰一起工作生活的地方 这就是我们 相爱定情的地方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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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怎么样 解气了吧 解气了 我就知道 什么事你一定能说到做到 这算什么 这时刚开始 我现在还有一个计划 等我以后赚了大钱之后呢 我把整个红旗机械厂 我给它买下来 把这些旧的厂房 统统拆掉 然后盖一座最新式的大厂 这种大厂我就用你的名字来秘密 怎么样 真的 你不相信 你不相信 我相信啊 只要你想干什么事 就一定能干成 以后这就会处理一座 若兰芬芳大楼 好 你就等着那么一天吧 老天爷 我要你为我作证 我当着若兰发誓 我要在这片土地上 为我最心爱的人 盖一座最新式的大楼 这种大楼的名字就叫做 若兰芬芳大楼 老天爷 你听见了吗 灵芬芳 虽然那个时候我说这种话 简直就是痴痴说梦了 但你不知道若兰她听了这话 她心里有多高兴 多么期盼这一天的耐力 所以您这次 就要不惜一切代价 买下那块地 来实现对您祭祀的承诺 对 我这一辈子呢都在理性地赚钱 难道我就不能疯狂地一词吗 可是蒋总 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问 是吧 我听说您妻子的早逝 其实是因为您 对 她是我害死的 那 当年我被厂里开除 后来我在若兰的帮助和支持下 我去做生意 在不到一年 我就做到风神水起 赚了很多钱 但我也让若兰过上了好日子 可是就此同时呢 那一年 若兰她怀孕了 我 我一直在外面印象 若兰误会了我 可是她却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让我留下永远无法弥补的憨恨 妈 你跟我说实话 若兰她手上到底握了你多少把柄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想 一定很可怕 佳佳 你是知道的 这么多年 我一个人撑着永兴 真的有的时候力不从心 可是我知道 我不能夸 我也不能认输 因为我还有上上下下这么多的员工 还有他们的家庭都需要我 我也希望你能过上更好的日子 当我真的拼不动杀不动的时候 我真的只想走一条危险的街街 不用了 佳佳 你是不是觉得 特别强不起妈妈 怎么会呢 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人 我知道 我知道现在 说什么都完了 我签的债 早晚都是要还的 可是我没想到 这一天来得这么快 妈 姐姐 我这是作茧自父 怨不得别人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啊 你想让妈妈怎么办 我想还安宁一个清白 否则我这一辈子都会良心不安的 宋阳他手上握着你的把柄 他随时都会用这些把柄威胁你 威胁我们永心 我不想让宋阳 一点一点地着实我们永心 那都是你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 妈 所以妈 你去自首吧 天明和安宁 已经知道事情的真相 他们一定不会原谅宋阳 到那个时候 宋阳他一定会把你拉下水的 直里包不住火 我会把你这些年 偷的水都补上 再加上你去公安局自首 法庭他一定会清判的 我们一起努力 把这坎赶紧过过去 加佳 说过我把永心交给你 你一个人行吗 您不是常说 永心迟早都是我的吗 只不过 只不过 这一天来得早了点 但是我会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 不会让永心垮掉的 女儿长大了 真的长大了 对 石总 欢迎 欢迎啊 我想啊 经过这段时间的冷静考虑呢 石总肯定要很明白 我们彼此之间的想法 那就预祝我们谈判顺利吧 若兰他就这样走了 连我儿子也一块带走了 我欠若兰的 太多了 真的欠他太多了 所以无论如何 我倒想办法把那块土地给拿下来 建成若兰芬芳大楼 以为他在天之灵 真没想到 您这么爱您妻子啊 其实您应该早点告诉我们的 我 我跟天明都误会您了 这秘密埋伤在我心里几十年了 我原本根本不打算告诉任何人 可是现在在我身边的人每一个人都误会我 都不理解我 都想说我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 那么疯狂地要把那块地给拿下来 蒋总 您对您妻子的感情 我特别感动 可是有时候对一个人的爱情 不一定非要用这种方式来纪念 您对这个承诺的执着 其实就是给自己打了一个心结 对 我真的没有亲人 没有 没有子女的骨架口人来说 信守一个承诺 在我生命里面 你什么都重要 不是这样的蒋总 其实 其实您有 有什么 你想说什么 蒋总 您马上跟我去一趟天明家 我去天明家干什么 我有个非常重要的东西要给您看 看完之后 您就全明白了 这全明新买的房子啊 这全明新买的房子啊 蒋总请 房子不错啊 天明这小子很有眼光 这张照片怎么会是这样的 这是天明的姥姥 天明的姥姥 天明的姥姥 天明的姥姥姥姥姥 那他妈呢 天明的妈妈姓石 叫石如南